从小我们都在安徒生童话世界成长 这些绚烂多彩的童话情境 至今依然深刻的印在脑海中 而文字和图像都是传达知识给儿童的语言 而每一个图像皆代表着一个故事 向孩童娓娓道来一个又一个的精彩故事 今年夏天在台北 就可以欣赏到素有小布贝尔奖之称的 安徒生插画大奖丽丽杰作 所有的观众在看作品的时候 能够很尽情地欣赏 所以在这个同时 我们有现场很多的互动的一个装置 然后让所有的观众在看作品的同时 也能够有这些互动的作品 跟他们来做一些互动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展览 不只是一个纯粹的观赏 纯粹的感动 而且还有这个互动的部分 让更多人去体验 所以它是一个寓教于娱乐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展览 我一直在研究 我愛書 這就是為了我選擇描述 因為我愛書